另外台东的释迦种植技术也领先全台 但是不管是凤梨释迦或是大木释迦 都必须要仰赖人工授粉 有部分的果农就以采集熊蕊来贩售为生 目前市场的行情是一朵熊蕊售价一元 一年至少就有上千万元的商机 形成台东释迦生产业之外的附加产业 妇女熟练里将释迦花瓣中的熊蕊挑出 别小看她 小小一朵熊蕊就要价一块钱 对台东的释迦产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东释迦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 但不管是凤梨释迦或大木释迦 都需要以人工方式进行授粉 又过农脑筋冻得快 采集熊蕊来贩售 每朵行情一块钱 以种植面积约5000公顷计算 初步估计每年至少需要上千万的熊蕊来授粉 同样的商机也达到上千万元 就是说它在授粉的期间 是从六月到十一月份 大概是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那每一个阶段的时间的需求跟需量都不一样 那目前还是没有正确的数据 但是都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因为最近目前的需量是特别的多 就是因为年货的关系 大家都要赶着授粉 然后过年的时候采收 台东市家在国际市场炙手可热 而小小一朵熊蕊更扮演市家结果的重要角色 成为市家产业中的另类商机 记者潘中伟台东市报道